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之前我們用SQLite把資料寫到SQLite資料庫 但是SQLite資料庫,其實我是覺得它一般對於大部分的使用者來說 其實在檔案其實交換很麻煩 所以就很多同學想說 老師,那不如可不可以把ESALE當資料庫 我們不要用SQLite,我們把ESALE直接當資料庫 那我們就直接把資料寫到ESALE裡面去就好了 問題要怎麼樣可以把ESALE當資料庫這件事情 把它做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因為Python內建的模組 它沒有提供直接可以存取ESALE的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我們就要引用一個模組 名稱叫做OpenPyXL 其實這個模組名稱蠻好記得 Open的話可能是開放 等於這個軟體嘛,它是開放原始碼的 然後Py的話就是那個Python的縮寫 XL是以ESALE的縮寫 所以OpenPyXL 大家已經告訴你了 其實它就是當,有點像是 它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一個 怎麼講 把Python跟ESALE當一個橋樑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有很多方法 它可以幫我們完成 就是假設我要把資料寫到ESALE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靠它就可以了 當然你說這個模組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理論上,ESALE能做的事情 基本上它應該都能夠辦到 那只是說這個模組 它也有一些不完善的部分 不過我覺得基本上夠用的 我覺得它有一點很厲害一點 就是說它跟其他 當然Python裡面能夠做這件事情的模組 不是只有OpenPyXL這個模組 還有其他的 但是這個模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說呢 你的電腦裡面如果沒有安裝ESALE的話 它一樣可以WALK 也就是說它可以獨立 那台電腦沒有ESALE沒關係 還是一樣可以做存取ESALE的這個動作 這一點我覺得是還蠻OK的 那其他的模組的話 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定要有ESALE 沒有ESALE它不能WALK 另外的話有一些模組 可能還要費用 我記得好像我有裝一個模組 它就是之後會衍生費用的問題 那這樣不太OK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導案還蠻OK 而且它其實蠻簡單的 程式碼不多 大概幾行程式 就可以完成把資料寫到ESALE的這個目的 所以以後你說PyXL要怎麼樣 把資料寫到ESALE 把ESALE當資料庫這一件事情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第五個單位裡面的第10頁這邊 就有個簡單的寫入範本 就底下這個 我剛剛底下這個 就到這裡為止 那寫入範本就是這一段 OK 所以待會請各位把這一段 大概24、6行而已 這6行的話其實我簡單講一下 其實它的意思是說我呼叫一個什麼 OpenPyXL 然後把它裡面的一個 底層的一個物件 把它叫這個叫workbook 那workbook其實對應到的 其實是ESALE裡面的工作簿 那工作簿其實是ESALE檔案 OK 那檔案物件的話呢 底層又有一個什麼 一個工作表物件 所以ESALE是這樣 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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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簿裡面又有什麼呢 有欄有列 然後呢 有儲存格 大概是這樣的架構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有點類似我們之前練習的 我先建議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一個是編號 然後一個是電話碼 然後呢 底下就放第一個號碼 然後電話碼放什麼 然後最後把它存檔 存檔名稱的話 叫Sample.xlsx OK 假設這樣 Ctrl-C好了 把這一段 把它複製一下 那你可以直接再開一個空白的 文件把它貼上 把它先放大一下 就這一段 總共六行程式 應該可以找得到吧 在我們那個雲端白板的第五個單元的 第十頁這裡 OK 有沒有 寫入範本這裡 把它放大一點點 寫入範本 這一段 應該有找到吧 那待會的話 你們就把它Ctrl-C 然後把它Ctrl-V 貼到哪裡呢 貼到你們的 新的一個文件裡面 那接下來你把它Run一下 我把它Run一下 不過你們Run應該等一下會出問題 因為我之前已經先把那個 這個叫OpenPyExcel這個 我已經把它裝進我的電腦裡了 所以我現在Run應該沒問題 你們應該會出現問題 然後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應該是 有沒有錯誤訊息呢 沒有錯誤訊息 那表示說它已經幫我成功的寫入 到我這個 根目底下 所以我這個把它存檔一下 這個叫 這叫Sale 我先把它存檔 存檔做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在我的 這個根目底下 應該 我這個 這個專案嘛 那因為我沒有給它 絕對路徑 所以它應該會幫我把它寫到哪裡 寫到我同樣 這個模組的旁邊 因為我放在C點這個目錄 所以你會發現 在我的 根目底下 會有一個檔案叫做 Sample.xlsx 打開來看一下 OK 你會看到 這邊的話呢 是不是有什麼 軟位名稱 這兩個嘛 然後呢 這個編號的話呢 就這一個 當然如果我還在寫資料的話 其實我還可以再往下寫 那再往下寫的話 當然就是 在這個append的底下 有沒有 還可以再增加 比如說我可以增加第二筆的話 就是這邊增加2嘛 然後電話碼架一下 然後3 電話碼架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要把資料寫到 Excel裡面的話 基本上這樣就OK了 那底下如果要寫的話呢 一直append 可是問題 你說老實 那這個地方 一直append 如果我50會員 那不是append 不用啦 回圈就好了嘛 把它包在回圈裡面 它不就跑50次了嗎 OK 好 所以哦 但是你們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應該你們的狀況應該是 出現 右下角會有一個錯誤訊 叫 No module Name的這個 對不對 那表示你沒裝啦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 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這個module 它不是內建在Python裡面的 它有點像外掛 OK 所以後面哦 我們將來會用到很多的功能哦 都必須要仰賴外掛 也就是說你要做某一些 像爬床好了 那我們內建沒有嘛 那怎麼辦 把它裝 裝了之後就有了 有了你就有這個功能 才能做那個事情 所以啊 那後面就會有越來越多哦 都是外掛 那因為官方至少就三幾萬個外掛了 當然我們不可能全部講完 可是我們 至少是知道 原來它將來哦 要解決某個問題 你只要知道這個有這個外掛的存在 然後外掛裡面有哪個方法 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sample做出來 我們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一個結果了 OK 那你說老師那外掛要怎麼寫哦 其實這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因為人家都寫好了嘛 所以重點是我們要怎麼樣 把人家寫好的外掛拿來用 然後用在我們程式裡面 解決我們眼前的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把資料 寫到以sale當資料庫來用這件事 好 那當然第一個哦 你要先學會外掛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 我們的電腦 欸